可以看到客層是某某的街頭 但是在中間 原本都是收成不錯的量產 不過在11年前 收到投資紅台 投資窗帥流洩 現在有更可能 關風河川地利算還不定案 所以當地受害農民 一直沒辦法避充僱祖 也沒辦法買賣 在這幾年來 只有可做一些臨時工 來勉強維持生活 外面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政府有幾年 如果補助理知道 只要我們這台在這裡 我們這人生活比較困苦 以前補償後有政典 政典後 這邊都要老的 這沒什麼收拾 我就到處打人說 以前是都補償嘛 這從頭出開始就老的 這餐人老有20多次 老的跟政府目前 都沒在處理 老的事要開軍也不行 這是維丹落後鄉原良川 南村水高客上有的地方 當地農民是鄉管議員 控制哈頂節 希望可以邀請上官單位 作為政來回合 希望可以兩者 改管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木尾 叫倒落的時候 是都地數福和川市 將官而已 地數福和川市 將官就是說 河流主理選 他如果定位起來的時候 正經有危險的 政府都正收益了 但是在上游這站 只要沒辦法來處理 就是說下游 河川市上游是水域 水埔橋 水埔橋 倒起來的面上 也有很多單位 台台實驗流 國有財產局 總有就對了 所以說 也沒有一個政黨 做單位穿過就對了 水里數得四河川橋 水域橋 水埔橋 林務橋 管政府 香港所頂頂相關單位 都來到現場會桿 四河橋表示 原本南村水高客 為全收橋一直到 都沒有一河橋這載 是屬於水埔橋管理 在9年四月份 才由四河橋來接手 現在水域橋 已經在進行 河川地理山的新雜報告 等台報告出來 將會第一時間 接開算命會 聽出農民的意見 以趕緊來解決 現在農民 所討論的問題 現在稍後快 採用報告 好 再詐欣賞 好